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进行达成的 原文是华盛顿邮报获得了一份所谓机密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英国的美日电讯川普昨天明确讲 他很欣赏英国的美日电讯的报道手法 和对他报道的本身 这里面主要提到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共识 川普会迫使乌克兰 把这个顿巴斯地区跟克里米亚转交给俄罗斯 承认顿巴斯地区跟克里米亚本身是俄罗斯的领土 也就承认普京所对整个乌克兰东部的要求 然后换取和平停止战争 那在佐伦斯基和对乌克兰的支持的朋友 肯定不接受这个说法 但现在看的 现在看的 如果乌克兰真的 就是川普如果真的拿下了 拿下了这个总统 然后试图去结束战争的话 那乌克兰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能够面对他 为什么这么讲 就目前来讲 你可以看到一个最新的说法 就是美国众议院在卡住了有关600多亿美元 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它的总体援助金额呢 大概900多亿 里面对以色列的援助是大概200多亿 对台湾的援助有100亿 而大数额就是600亿左右的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这笔钱在参议院已经获得通过 是麦克奈尔在宣布放弃参议院的席位之前 他的领袖之前来通过这份决议 但是他转到了众议院之后 就被现在的众议院的这个speaker 就是议长给终止 完全就没有 在众议院没有进行讨论 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 众议院要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那一些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今天众议院的这个议长 约翰逊的人呢 认为呢 约翰逊在试图扼杀乌克兰 而乌克兰自己也明确讲说 如果再得不到美国的援助 乌克兰只能从现在顿巴斯 或者其他现在战争区域逐步的退出来 要把整个今天跟俄罗斯进行战争的区域呢 完全拱手 让给俄罗斯 因为他打不下去了 在打不下去的 在美国卡住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背景之下 由马克龙所牵头的法国 法国德国 所谓的要动用北约成员国 要直接进入到 甚至还有波兰 威胁直接进入到乌克兰区域 跟俄罗斯面对面的进行博弈 那战争就不太一样了 在两个星期之前 那作为这个俄罗斯明确讲说 实际现在的战争 是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直接对立 那在北约纪念75周年的成立的日子里面 那北约的这个秘书长也明确讲说 北约的秘书长明确讲说 会接纳乌克兰进入北约 而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布林肯也直接讲说 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而这些东西在我眼睛里呢 这是一种政治把戏跟政治游戏 因为承认即将接受乌克兰 成为北约成员国 其实不是今天说的 在此之前就屡屡 北约秘书长就这种说法 就像说接受乌克兰成为这个 欧盟成员国的概念是一样 它是一种承诺 是一个鱼饵 然后跟它实际状况 就是乌克兰自身的实际状况 是否符合北约成员国的条款 和这个欧盟的条款 它需要检测 需要检验 所以这是在我眼睛里 这是政客的说法 那乌克兰就被卡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被卡了 但是呢 它在逐渐的承诺 这样的话 时间就会拖下去 而承诺的本身 促成欧盟一些成员国 在美国的援助无法到达的背景之下 在支持乌克兰 继续这场战争 再维持这场战争 现在是这种维持状态 那而对俄罗斯的这种 完全把俄罗斯拖垮 从经济层面拖垮 目前看呢 是做不到 基本上俄罗斯自己呢 靠着自己的运作的本身呢 它做不到 那而且俄罗斯得到了 包括中共国 伊朗和这个朝鲜的支持 就使得战争在持续 而战争的持续的本身 同样对美国现在状况 是产生了一些威胁 因为美国北美出现状况 就是经济通货膨胀持续 那通货膨胀持续 而又维持着高利率 这都很不正常 维持着高利率 而通货膨胀又不减 那对未来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威胁 而美国呢 又所谓的就业指数很好 里面其实有个细节 美国的就业指数好的很大原因 是因为美国政府 三级政府雇佣了大批人员 政府雇佣大批人员 而高科技公司本身又在裁员 包括银行也在裁员 所以美国今天的摩根大通的老板 就明确讲说 美国未来的经济 他不乐观 而这种不乐观的说法 却跟像 比如像富爸爸 穷爸爸富爸爸的说法 是类似的 美国经济会崩溃 那川普自己也认为 美国经济会崩溃 所以那包括马斯克也认为 就是一些特异人士 跟现在所谓的主流媒体 跟主流的金融机构 不合体的一些人 就出现了另类的说法 美国财长到中国去访问 访问了七天 你说他为什么 他表面看起来跟中共国依然在顶撞 但是美国自身的经济 不容乐观 应该是蛮真实 在此之前 财长曾经去过中共国 也维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可能跟习近平个人有关 所以就一直谈不拢 那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美国内部的状况 美国内部的状况 跟实际的状况 跟我们看到的表面实际状况 是有冲突的 而川普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人 就是他跟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深层政府也好 跟现在的拜登政府也好 是非常正面冲突的 那在无论从大选的需要来讲 和川普的个性本身的表现来讲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点 讲述这句话 就是战争不能持续 战争不持续 因为战争持续的本身 对美国也不好 相当不好 他就会逼迫今天的乌克兰 去 甭管是出卖土地也好 去投降也好 他要把战争停下来 所以我们不去评价 我个人不想评价说 俄罗斯如何 乌克兰如何 但是从川普的个人角度来讲 就是以土地换和平 结束战争 结束今天美国政府在战争中的 这种几千亿美金的这种补偿 那作为和对北约的支持 那川普不干 川普唯一的需要就是让美国再伟大 如果川普的让美国再伟大 逼迫乌克兰 交出土地 然后换取和平 那朋友们你支持不支持 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 非常实际 非常混乱的社会 所以我个人坚持认为 其实是西方文明被摧毁了 西方文明在被摧毁 无论从任何角度 而西方文明的被摧毁 是跟今天所谓的西方文明社会 缺少透明 缺少真实 而对普罗的普罗大众的老百姓 都有一种欺诈的成分在里头 信仰产生不了作用 宗教也产生不了 人与人之间坦诚相间的作用 这是文明率版的标志 感谢朋友们的致志 感谢观看